这期继续分享狂销第八篇 第二天外婆的手术非常成功 当她睁开眼睛 看到身边站着范建明、周亚平、王伟、李立敏和李倩倩时 立即拉住李倩倩的手 孩子,你长得真漂亮 比小时候还要漂亮 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一个劲地告诉自己 一定要活着离开手术室 我要好好看看我的外孙媳妇 李倩倩心里百感交集 她紧紧拽着外婆的手 眼角的余光却瞟着范建明 她知道范建明是跟着外婆长大的 对外婆的感情比对父亲还深 只要外婆喜欢她 范建明不可能会对她怎么样 李立敏健壮 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在她看来 范建明和外婆祖孙俩太难了 这下好了 范建明跟父亲相认 后妈周亚平又这么会做人 再加上李倩倩和范建明 终于修成正果 她相信范建明一家 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王伟却不以为然 即便那天晚上 她没有亲眼所见 李倩倩和张国栋在一起 她也觉得 李倩倩和张国栋之间 已经没有什么事没有发生过 在王伟看来 一个男人找个漂亮的老婆固然重要 但老婆是否是干净的 恐怕比长相更重要 尤其是现在的范建明 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父子相认 范氏集团几个亿的财产 将来都是范建明的了 她已然这么有钱 还有必要去做张国栋的接盘侠吗 看到李倩倩那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王伟心里想着 老子非得把他们两个拆散 范建明没说什么 只要外婆高兴 她就感到欣慰 李倩倩的眼角余光瞟着她 她已然发现 只是在她看来 不管外婆是否喜欢李倩倩 她答应过李倩倩的 都会兑现 周亚平更厉害 她立即走到外婆身边 紧紧抓住外婆的另一只手 外婆 你眼睛好了真好 否则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外婆愣了一下 孩子 你怎么说这话 我是人老了 势力衰退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外婆 你是大人有大量 不记恨我而已 如果不是我当年太不懂事 硬是把你从老房子里赶出来 你也不至于 嘿 陈年旧账就别去翻了 说句难听的 你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而且过去的那套房子 是红生名下的 对于你而言 遇到拆迁 收回去也正常 你不还给了我一半的钱吗 外婆 你这么说我就无地自容了 我说的是实话 孩子 你现在也这么大年纪了 自己也没有孩子 就把建明当成亲生的孩子吧 建明这孩子心善 现在可能一时拐不过弯来 但假以时日 他一定会孝敬好好你的 我知道 现在就让我们先孝敬 孝敬你老人家吧 周亚平所做的一切 都是演戏给范建明看 本来有些话 是不宜在这种场合下说的 他之所以当众挑破 也等于是给范建明一个说法 幸亏范建明对一切了然于胸 否则还真的会被他高超的演技所蒙蔽 这个时候 外婆并没有忘记王伟和李立敏 再三感谢他们 如果不是他们两小口 外婆还不一定能够 熬到范建明回国 大家高高兴兴地 又拉了一会儿加长 王伟和李立敏 因为赶回去开店 立即向大家告辞 范建明送他们出来的时候 王伟实在忍不住 直接了当地对范建明说道 建明 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范家的大公子 而且是唯一的 这个时候 头顶被染成一片绿 进入范氏集团 你觉得好吗 什么头顶被染成一片绿啊 李立敏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等他反应过来之后 瞪了王伟一眼 你胡说什么 您拆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你压的是天天站在炉子旁 被炉火给烤晕了吧 王伟不服气道 你懂什么 所谓眼不见心不凡 如果那天晚上不在医院门口 得了 得了 赶紧闭嘴 范建明微微一笑 没事 王伟是我唯一的兄弟 他是为我好 你看看 滚犊子 范建明拍着王伟的肩膀 面对着李立敏说道 看到外婆能恢复视力 我心里真的很高兴 就向外婆刚刚说说 如果不是你们 他恐怕 王伟拍了一下范建明 是兄弟的话 这事就别再提了 就是李立敏也说道 感谢的话 说一两次就OK了 说多了就有点假 对了 你是怎么跟装潢公司说的 我今天去看了一下 好家伙 他们是装潢还是拆房子呀 范建明笑道 这事你们就别管了 弄好了以后再说吧 范建明忽然反应过来了 对了 你跟你老爸都相认了 我看你那后妈 好像还挺有人情味的 外婆不可能再住到我们家呀 李立敏这时才恍然大悟 建明 你压得是不是早有预谋 就是为了替我们装潢 一下房子 眼看瞒不下去了 范建明只好笑着说道 我都跟你们说过 我真的不缺钱 可你们不信 没办法 我只好玩了一个小手段了 王伟推了他一把 你小子 范建明紧紧搂住他的肩膀 是兄弟 什么也别说 李立敏瞪了范建明一眼 心想 臭小子 害得我还瞒着家里人和王伟 把私房钱都给了你 你倒好 把我的私房钱替我装潢 当然 他很清楚 看到家里那么多墙都被拆除 这要是装潢起来 远远不止五万块钱 王伟停下脚步说道 都这样了 我也不再说什么 但是一条 别花太多的钱 放心吧 我可不是大手大脚的人 王伟点了点头 忍不住又说了一句 范建明 我还得说一句 你压得 要是真的娶了李倩倩 那可就真是范建了 说什么呢 李立敏拽着王伟往前走去 同时回过头来对范建明说道 你赶紧回去吧 别送我们了 那好 慢慢走 李立敏一边推着王伟 一边低声呵斥道 你有病呀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范建明 喜欢了李倩倩一辈子 他们结婚怎么了 哎呀 你是不知道 我有什么不知道的 你们男人 不就是喜欢女人处的吗 可你们男人呢 谁保证自己在结婚之前 就没碰过别的女人 我可没有 那是 除了我 谁还会看上你 切 好了 我再警告你 别使不臭 挑起来臭 李倩倩是什么人 范建明又不是不知道 要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说 赶紧回家炒菜去 送走王伟和李丽娜之后 范建明回到外婆的病房 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他立即转身出门 赶到范红生的病房 果然看到周亚平和李倩倩 推着外婆站在病床边 外婆也是性子急 他赶过来见范红生 就是来商量范建明和李倩倩结婚的事情 范红生也看过李倩倩 对这位儿媳妇还是相当满意 只是不了解她的过去而已 一听外婆谈他们的婚事 范红生没有一点意见 心里却一直担心着 不知道周亚平要搞什么阴谋诡计 恰好这时范建明来了 外婆又让他把范红生抱到轮椅上 然后一家人一块去见李家梁 算是这儿巴惊地提亲 李倩倩闻言 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他最担心的就是范建明会当众翻脸 没想到范建明只是用目光 征询了一下范红生的意见 范红生点了点头 范建明一声不吭 立即把范红生抱到了轮椅上 当他抱起范红生的那一刻 范红生的眼泪夺眶而出 范建明从小到大 他都没抱过自己的这个儿子 没想到今天 竟然让儿子抱自己 他感觉到儿子长大了 有力量了 甚至可以保护自己了 但心里却有苦说不出 因为范红生相信周亚平说的话 还以为范建明喜欢上了他 范家一家三代人 一块来到李家梁的病房 正在吊打着点滴的李家梁 看到这个架势 真的有点受宠若惊 赶紧在床上坐直身体 本来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 别人家来提亲也好 商量婚事也罢 他都应该稳坐钓鱼台的 只不过李倩倩与张国栋的事情 他清楚 他也知道范建明清楚 在李家梁心里 多少总觉得 有点对不起这未来的女婿 所以当外婆开口 提到他们两个人的婚事时 李家梁什么意见都没有 一切由范家说了算 因为一大家子都是病人 外婆想了想 提议让他们的婚礼安排在元旦 双方大人都没意见 外婆接着又问范建明 跟李倩倩李倩倩没敢吭声 只能用眼睛瞟着范建明 范建明点了点头 李倩倩心里悬着的石头 总算是彻底落地了 外婆看在眼里 心里满满的都是高兴 还以为李倩倩为范建明 马首是瞻 她知道李倩倩漂亮 唯一的担心 就是范建明吃不住她 现在看到李倩倩的样子 好像不是装出来的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却不知道 这完全是事出有因 如果不是昨天范建明 在酒店里敲打了李倩倩一下 恐怕李倩倩今天的表现 就不会这么乖巧了 外婆没有什么事 本来都可以下车不行了 随时随地都可以出院 周亚平的意思 是先把外婆接到她家里去 但范建明不同意 她是想将来直接把外婆送到明山小洋楼 所以坚持让外婆多住一段时间 好在明山小洋楼的竞拍 很快就开始了 这天在江城大厦的顶楼园舞厅 聚集着江城各大土豪 大家既是冲着明山小洋楼来的 也是冲着旁边的那块别墅用地来的 所以更多的都是房地产开发商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土豪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有钱 周亚平本来是志在必得 但黄耀武上次那么一闹 让他心里有点不舒服 虽然他从来就没想长期在江城待下去 可毕竟自己的儿子喜欢那栋别墅 但他却要为范建明拍下 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孩子 凑巧的是 黄耀武和陈玲玲也来到了现场 他们是单纯来凑热闹的 却给周亚平平添了一股压力 范建明坐在周亚平平的身边 李倩倩坐在范建明的身边 他看到旁边没什么熟人 居然悄悄地挽起了范建明的手臂 范建明摇了摇头 心想 等会儿要是麦克把小洋楼拍走 他还会对自己这么亲热吗 恰好在这时 吴文丽和张国栋走了进来 范建明觉得 这是最好的打脸机会 于是对李倩倩说道 你还是把手抽回去吧 为什么 李倩倩歪着头 看着范建明 咱们两家人可都说好了 连婚礼的日子都定了 我们还用得着 顾及旁人吗 范建明笑道 你回头看看谁来了 李倩倩一回头 看到了张国栋 整个人像是出了店一样 挽着张国栋手臂的手 不由自主地往外一抽 就在这个瞬间 他发现 吴文丽不仅挽着张国栋的手臂 还把脸靠在张国栋的肩膀上 心里居然有一丝脚痛 他立即又重新挽起了范建明的手臂 心里后悔着 刚刚为什么要抽一下呢 范建明冷冷一笑 巧声说道 以后做任何事之前 最好要三思而后行 像这种尴尬的场面 将来肯定会经常出现的 你可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李倩倩的脸上红一片 就像是挨了范建明 一记耳光似的 她可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羞辱 咬了咬嘴唇 强忍着怒火 轻声说了一句 如果奚落 我会让你感到好受的话 你就尽情地奚落吧 谁会奚落我们李大美女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方亚丹突然从另一个方向出现 直接坐在了李倩倩的身边 而且还听到了他刚才说的话 李倩倩没想到方亚丹也会出现 挽着范建明手臂的手 又下意识地缩了一下 但转一想 方亚丹不是也喜欢张国栋吗 他现在还是一个人 可自己身边还有范建明 要论输赢的话 此时应该是方亚丹输得最彻底 所以他再次紧紧挽住范建明的手臂 故作矜持地对方亚丹笑了笑 你也来了 范建明闻声 转过脸来朝方亚丹一点头 方亚丹回报已奄然一笑 哟 你身边好像是范氏集团的周总吧 这么说你是回归范家 成了范公子了 范建明耸了耸肩 未可知否地笑了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范家对这个小洋楼 是志在必得了 李倩倩得意地说道 也不一定吧 江城有钱的人这么多 不一定拍得到 不过 范明的后妈说了 如果能够拍下来 我们的婚礼就在里面举行 李倩倩和方亚丹斗了一辈子 在爱情方面 她觉得已经赢过方亚丹 但在财产方面 她从来没想到 过自己能够胜出 而嫁给范建明 无意让他有了这种机会 仅仅是在这一刻 她忽然想到 范建明对他还有一点价值 至少能够让他在方亚丹的面前 在钱的方面 有了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 方亚丹笑了笑 恐怕没那么简单 我听说 最近从国外来了一个大老板 好像是在W国开金矿的 跟加州咖啡馆的杨老板挺熟的 他是志在必得 周亚平这时转过头来 看着方亚丹问道 你说的是麦克先生们吗 方亚丹点头道 不错 周总也认识呀 听说过 看来约翰逊的工作效率不差 不仅仅是周亚平 连方亚丹都听说过麦克了 估计江城很多土豪都知道了麦克这个人 范建明非常满意 不过没有吭声 周亚平这时巧声问道 你们怎么认识方氏集团的大小姐 他跟我们是同班同学 周亚平一愣 再次看了方亚丹一眼 心想 我在明园俱乐部的事情 方大小姐没跟范建明说吧 吴文丽和张国栋坐在他们的斜对面 靠前一点位置 张国栋并没有发现他们 范建明巧声地聊了李倩倩一句 你不想过去打声招呼吗 李倩倩盯着范建明的眼睛 看了一会儿 反问一句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其实他们的声音很小 可坐在旁边的方亚丹 还是听到了 他却冒出一句 范建的意思是说 凡事都应该做个了结 既然你们都快要结婚了 应该没有什么人不敢面对的范建 你是那个意思吗 范建明点了点头 差不多吧 李倩倩没有搭理范建明 而是对方亚丹冷声道 方亚丹 难道你不觉得此时此刻 这应该要跟张国栋做了结的人 是你自己吗 哼 我跟他有什么好了解的 他跟你山门海市的时候 经常跪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我就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充气娃娃 玩完了还不用自己洗 既然有女人接盘 那就让他去吧 你这人怎么这么恶心 但李倩倩之所以翻脸 并不是因为他这句话有多恶心 而是觉得他是在侮辱张国栋 恐怕连李倩倩都没感觉 张国栋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还是很重要的 他不想让任何人在背后乱说张国栋坏话 方亚丹是什么人 他当然能够看出李倩倩的心思 冷笑道 你现在还挽着你老公的手臂 当着你老公的面 袒护张国栋这个人渣 这样不太好吧 我怎么袒护他了 那只有你自己知道 方亚丹看着张国栋和吴文丽说道 你看看张国栋 对那个女人笑得跟花似的 等一会儿拍卖结束了 我们随便到楼下订个房间 我只要打个电话 他就会跪倒在我的面前 你要不要亲自目睹这一切啊 李倩倩一时语色 范建明已经把方亚丹 有关张国栋跟他之间的音频 播放给了李倩倩听过 李倩倩相信方亚丹说的不是假话 心里有种被刀割刺的脚痛 但他却不是在愤怒张国栋背叛了自己 而是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 怎么会喜欢方亚丹这样的女人 李倩倩这时把手 从范建明的手臂里缩了回来 脸色十分难看 低着头用眼角的余光 分别瞟了一下范建明和方亚丹 你们什么意思 今天是约好了 故意来出我的丑的吗 莫等范建明说话 方亚丹能哼了一句 你一直都把自己当成小公主了 别人怎么看你我不清楚 我今天到这里来 就是想看看泥山小洋楼花落谁家 没心情看你出什么丑 说完 方亚丹起身 直接走到了张国栋和吴文丽的面前 故意对着张国栋喊了一声 哟 国栋呀 你也来了 张国栋想到方亚丹会来 进门时还扫视了一下全场 并没有发现方亚丹 没想到他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有点措手不及 吴文丽看了看方亚丹 又看了看张国栋 他已经感觉出方亚丹和张国栋的关系不一般 张国栋支支吾吾的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方亚丹却接着说道 本来 我还想把民山小洋楼拍下来 作为见证 我们爱情的礼物送给你 看来你不需要了 拜拜 说完 他居然面带微笑 还朝张国栋挥了挥手 张国栋的脸色一下子变成了猪肝 坐在那里作声不得他的声音很大 像是故意说给李倩倩听的 李倩倩见状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他依然不是在恨 而是在为张国栋感到悲哀 旁边参加拍卖会的人 一下子炸开了锅 也有认识方亚丹的 方大美女 别人不要我要呀 要不你把见证爱情的小洋楼送给我吧 拉倒吧 就你那小样 我觉得方大美女要是把爱情拍卖的话 绝对能拍出我们江南的天价 哎 方大美女 只要你答应我 今天无论如何 我也把这小洋楼拍下来 放在平时 方亚丹肯定会朝他们发飙 但今天不一样 他微笑地扫视了大家一眼 然后走到前面找个位子坐下 他之所以这么做 一是想向李倩倩证明 他说出的关于张国栋的 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方亚丹之所以这么做 并不是为了范建明 而是为了尽情地羞辱李倩倩 方亚丹很清楚 当众让张国栋出场 其实最难过的人不是张国栋 而是李倩倩 毕竟两个人争斗了一辈子 方亚丹太了解李倩倩 他就是想把李倩倩虐死 二是想告诉吴文利 张国栋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他是自己完胜的 所以当旁边的土豪们 说出那种对他不敬的话 他不仅不生气的 反而显得有些洋洋得意 周亚平这时有些吃惊 悄悄地对范建明说道 我去 你这个同学挺泼辣的 过去倒是见过他几次面 没想到他这么厉害 吴文利就尖尬了 他带着张国栋过来 原本想把民山小洋楼拍下 在江城一炮打响 没想到竞拍还没开始 方亚丹给他上演了这么一出 他完全猛了 不知道应该大大方方地 继续跟张国栋秀恩爱 还是起身扇张国栋一个耳光 然后拂秀而去 好在这时 竞拍主持人上台 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趁着这个时候 张国栋四处扫了一眼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熟人 恰好这时 他看到了李倩倩和范建明 范建明眼角的余光 看到张国栋朝这边看来 用膝盖碰了一下李倩倩的膝盖 巧声说了一句 有人在找你 李倩倩下意识地一抬头 刚好与张国栋的目光相对 张国栋立即把脸骗了过去 李倩倩却打了个机灵 范建明暗暗叹了口气 心里 这么天下就没有女人 在看到我的时候 有这种触电的感觉呢 他抬头扫了一眼 刚好与坐在前面的 陈玲玲四目相对 陈玲玲朝他一笑 他也回报以微笑 周总 范建明 巧声地对周亚平说道 你看看前面 好像是我们的那个办公室主任 周亚平开始还没注意 看到黄耀武和陈玲玲都坐在前面 心里的压力更大了 如果当着黄耀武的面拍下小洋楼 然后又送给范建明 估计将来再怎么解释 黄耀武都不会原谅他这个做母亲的 可问题是如果不拍的话 他又无法向范建明和李倩倩交代 建明 我听说那个麦克非常有钱 他要是志在必得的话 我们 周总 我的意见是 如果是一千万之内 我们还可以拍一下 超过一千万真的没有必要 周亚平这是看着李倩倩问道 倩倩 你的意思呢 这个时候的李倩倩非常敏感 尤其是范建明只要一开口 他就会竖着耳朵听的 所以周亚平和范建明的对话 他已经听得清清楚楚 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将来张国栋怎么见人 其次就是范建明是不是还把他当成妻子 至于这个民山小洋楼是否拍下来 他已经不关心了 妈 我听你们的 虽然他心里依然挂念着张国栋 但头脑还是清醒的 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 他一定要给周亚平留下最完美的印象 范建明的爸爸中风 范建明本人还没进入范氏集团 周亚平毕竟是长辈 只要死死抓住这根稻草 李倩倩觉得自己才能够在范家立足下去 其实他也想过为了能够以仗范家的财力 使自己进入江南的名媛之列 让所有曾经逃避他和父亲的亲朋好友 以及嫁了人的母亲 尤其是逗了一辈子的方亚丹 不再瞧不起自己 他也打算彻底改变对范建明的态度 好好哄哄范建明 可没想到的是 每到关键的时候 他就能碰到张国栋 而且不管是看见 张国栋本人 还是听到别人谈起有关张国栋的话题 李倩倩的情绪和身体 都会有本能的反应 而这种反应 又被范建明捕捉到眼里 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把周亚平紧紧拽在手里 李倩倩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在失去张国栋这个感情的寄托之后 他不能再失去范家的这座金山了 听他们俩都表了态 周亚平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至少避免了一次 当面伤害自己儿子的可能 陈玲玲这时碰了一下黄耀武 哎 你们公司的周总在后面 他并不清楚周亚平是黄耀武的母亲 知道 那坐在他旁边的是谁 是我们周总的老公 也就是我们集团董事长的公子 就是中风的那个 你怎么了 宝贝 我们集团能有几个董事长 陈玲玲笑了笑 没吭声 他只知道范建明在国外很有实力 没想到他还是范氏集团的大公子 心里这个悔呀 要是那天不在蒋志超的车上该有多好 不过一会儿他也想明白了 如果那天不在车上 他也没有机会认识这个范家公子 陈玲玲从跨包里掏出手机 给范建明发了条短信 帅哥 晚上有空吗 陈玲玲是从蒋志超那里 得到范建明的手机号码的 范建明却不知道 是他的手机号范建明的手机 一直拿在手上 他随时随地要跟麦克联系 看到一条陌生的消息之后 开始还以为是方亚丹发来的 可看到 方亚丹两眼看着竞拍主持人 好像并没有看手机 谁呀 你猜 嘻嘻 范建明懒得搭理 他估计对方就是骗子 这是主持人介绍了 泥山小洋楼的基本情况 同时用投影播放了整个小洋楼的 内外结构和装潢 引来了全场的唏嘘声 里面全是欧洲风格的家装和家具 对于江城 这个四线城市来说 绝对让人耳目一新 尤其主持人 在介绍小洋楼内的门窗门帘 甚至是所有的开关 都是智能控制的 大家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零 起拍价800万 每举一次 排加价10万 现在开始起拍 800万 全场顿时鸭雀无声 大家都想看看 究竟是谁先举牌 800万 有加价的没有 800万 主持人有些发猛 挂牌之前 银行都做过调查 很多土豪表示 民山小洋楼的价格 在千万左右 是可以接受的 可当主持人 爆出了起拍价之后 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反应 卧槽 该不会留拍吧 800万一次 主持人说道 这样品味的小洋楼 800万万 就是白菜价呀 跟白送差不多 咱们江城的事业 成功人士们 难道就不为之所动 台下依然没有人吭声 800万两次 主持人的声音 洪亮而短促 显然是在威胁大家 但心里却没有底 坐在台下的银行行长 还有其他一些领导者 心里都开始发慌起来 他们预估民山小洋楼 最后的成交价 应该在1200万左右 谁知道 连起拍价都没人举牌 真要是留拍了 以后这房子就更不好卖 银行的资金 也无法及时回笼 主持人有点不可思议 想象中的火爆场面 不仅没有出现 坐在台下的土豪们 一个个面无表情 他却像个自娱自乐的小丑 在台上被大家当猴耍一样 8 如果是810万能成交的话 就算儿子在愤怒 周亚平也打算拍下来 毕竟这场拍卖会的影响太大 江城各大媒体都有记者到场 就更别说还有许多自媒体 以及在场的人都有自己的微信群 谁拍下这栋小洋楼的消息 恐怕在第一时间就会传遍 整个江城的各个角落 他正准备举牌的时候 方亚丹突然举了手中的牌子 8 110万 主持人如逢大赦 兴奋地叫了起来 这位美女加了10万 还有没有加的 810万 还有没有加的 方亚丹的举牌 并没有引起轰动 因为大家都等着 在他举牌的同时 全场至少有二三十个人 都像周亚平一样准备举牌 结果是方亚丹先举了牌吴文丽 看了方亚丹一眼 问张国栋 他是什么人 张国栋尴尬地笑道 我的同学 废话 我问他是干什么的 他爸爸是方氏集团的董事长 他是总经理 吴文丽眉头一皱 有些厌恶地盯着张国栋 张国栋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说了半天 还没说他是干什么的 哦 方氏集团是个建筑公司 就是专门从开发商手里承包 莫等他说完 吴文丽一边举牌 一边喊了一声 910万 他的话音一落 全场小小地轰动了一下 主持人一听 立即兴奋地叫了起来 910万 那位美女一次加了100万 910万 还有没有加的 李倩倩一看举牌的是吴文丽 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看到吴文丽能够压住方亚丹的风头 他心里非常高兴 同时又觉得张国栋又吴文丽 这样的未婚妻 自己回头是彻底没戏了 甚至将来入主犯家 想用点私房钱 倒贴张国栋的机会都没有 呦 坐在前面的一个土豪 连头都没回 鸡笑道 这是在竞拍 还是在争风吃醋呀 当然是争风吃醋 另一个土豪起哄道 男人争风吃醋决斗 女人争风吃醋比钱 吴文丽脸都气白了 他原本想通过这次竞拍 在江城一举成名 自己麾下的新生活连锁超市 也就可以站稳脚跟 没想到因为张国栋的缘故 方亚丹刚刚闹了那么一出 让他颜面尽失 就算是拍下了民山小洋楼 恐怕大家对他也没有什么好感 背地里只会说 他是方亚丹的接盘侠 他真恨不得拂袖而去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他也很想看看 江城的土豪究竟多有钱 品味怎么样 就在这时又有几个土豪相继举牌 他们没有明确表示的话 每举一次牌就是加十万 一会儿价格拍到了一千万 一千万了 主持人有点小疯狂了 还有没有人家 如果八百万是白菜价的话 一千万只是胡萝卜价 还有加价的没有 等了一会儿 现场又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周亚平又开始犹豫 不管怎么说 当着范建明和李倩倩的面 无论如何 他都要举一次牌 在医院里的时候 他可是夸下了海口 不惜用一个亿 也要把明山小洋楼拍下来 现在才一千万 如果不是黄耀武 坐在前面 他早举牌了 李倩倩这时也非常纳闷 怎么周亚平一次牌都没举 难道自己刚刚跟方亚丹斗嘴的话 都被他听见了 李倩倩开始紧张起来 他倒不是关注小洋楼的得失 而是担心周亚平对他有看法 那样的话 他想进范家的可能性 就太小了想想 刚刚自己亲热的 挽着范建明的手臂 他恨不得找个墙角 一头撞上去算了 坐在不远处的麦克 一直关注着范建明 因为在医院的时候 周亚平说过 即使是花一个亿 也要把民山小洋楼拍下来 既然他有这种想法 说不定别人也会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 而不惜代价地把小洋楼给拍下去 毕竟还有人传说 小洋楼的拍卖 很有可能跟旁边的那块空地联系起来 范建明以为今天的拍卖现场一定会很火爆 没想到土豪不少 很理智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小洋楼内边上的空地 属于国土资源部门的 与银行没一毛钱关系 说不定这就是银行 或者是拍卖行的策略 用这事来炒作而已 所以大家更加看重 民山小洋楼自身的价值 当然 今天这个场面 谁要是拍下了民山小洋楼 谁就敢自称是江城首富 估计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 到目前为止 除了吴文丽突然加的那一百万之外 其他人每次举牌都是十万 范建明这时看了麦克一眼 正在生闷气的吴文丽 看到大家十万十万的一家 正准备再要加个一百万 他已经想好 一旦自己拍下了民山小洋楼 立马拂袖而去 把张国栋晾在当场 让他自己去出洋相 他刚要去牌的时候 麦克突然举着牌子说道 两千万 刚刚吴文丽加一百万的时候 引起了全场的小轰动 奇怪的是 麦克一次就加了一千万 在场却鸦雀无声 两千万 倒是主持人的一身脱口而出 吓了大家一跳 这位外国的朋友 加了一千万 现在是两千万 还有没有人要加价 四千万 突然 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俊美年轻人 轻描淡写地喊了一句 现场又开始活跃起来 原来 当麦克加了一千万之后 在场的土豪们都知道 真正的竞拍才刚刚开始 所以大家鸦雀无声 前期约翰逊的广告做得不错 江城大部分土豪都知道 有个在W国开金矿的 麦克要过来竞拍 所以当他开口的时候 大家觉得非常正常 没有引起巨大的轰动 大家都在等待 看看有谁能够跟这个金矿 矿主一争高下 就在大家期待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面孔 出现了 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 长得文文静静 细皮白肉的 连声音都像是女人 简单地化一下妆 差不多就是个女人 大家实在想不出来 江城什么时候 除了这么个青年富豪 也没有人认识 他会是哪个土豪家的公子 所以才引来议论纷纷 范建明一看那个青年少年 脸一下子便阴沉了下去 显得有些无你的朝天 花板翻了个白眼 在场所有的女人 包括方亚丹 李倩倩 陈玲玲和吴文丽 看到那个少年之后 心中一万头小鹿直撞 我去 天下还有长得这么俊俏的少年 说他俊俏不强 恐怕更重要的是 他一下子就把价格抬高到了四千万 女人们对他的财富 恐怕更加充满好奇哦 迈克一直看着范建明 范建明立即朝他摇了摇头 迈克以点头作为回应 因为他清楚 范建明绝不可能 跟那个俊俏青年竞拍的 四 主持人还没把四千万的价格爆出来 吴文丽突然举牌喊道 五千万 五 主持人吓了一跳 刚刚准备爆五千万的时候 方亚丹突然喊了一句 六千万 我去 这不是在做梦吗 八百万起拍的时候 台下鸦雀无声 主持人还担心会流拍 可突破一千万之后 从两千万到六千万 就像是唱歌似的 主持人完全没有准备 六千万 主持人兴奋的唾液四件 六千万了 我就说了八百万是白菜的价吧 这位美女出到了六千万 还有家的没有 其实吴文丽和方亚丹这个时候出嫁 并不是想要拍下这栋小洋楼 仅仅是为了引起那个年轻人的注意 本来方亚丹想出五千万的 没想到被吴文丽抢了先 所以他想都没想 直接爆出了六千万 在场的所有人 几乎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迈克 立即把目光投向那个年轻人 一两千万 当那个年轻人 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漫不经心地 爆出了这个数字之后 全场哗然 大家都明白了 他是翻倍的报价 如果人家 要是加一千万的话 恐怕他后面就要爆 两一六千万了 还真有人想试试 我要是加一千万 他会不会再翻一倍啊 别闹了 说不定他是银行请来的托 你要是报个一亿三千万 他转身离开的话 那就呵呵呵了 也是 这种小洋楼本身的价值 最多一千万而已 天呐 一亿两千万 主持人恨不得 爬到屋顶上喊 现在是一亿两千万了 还有加的没有 这是所有人的目光 都转向了迈克 在大家看来 如果他不加的话 恐怕就没人家了 只有吴文丽和方亚丹的目光 依然注视着那个年轻人 不过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 因为那个年轻人的眼皮 始终都没抬一下 李倩倩的目光 也一直盯着那个年轻人 心想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有钱的人怎么这么有钱 一亿两千万 主持人兴奋的声音 又想了起来 还有没有加价的 一亿两千万一次 还有没有加价的 一亿两千万两次 范建明这时 对周亚平说了句 咱们走吧 说完 他立即站起身来 主持人一见 立即问到这位先生 你是要加价吗 加多少 所有人一听 居然除了迈克以外 还有人要加价 于是四处寻找 这时才看见站着的范建明 吴文丽也看见了他 心想 他怎么也在这里 范建明一下猛了 看到所有的目光 都注视自己 耸了耸肩 你弄错了 我要上趟厕所 结果弄得哄堂大笑 李倩倩脸蛋 刷了一下就红了 他觉得范建明是在处洋相 吴文丽却笑了笑 觉得范建明挺幽默的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主持人立即喊道 一亿两千万三次 成交 所有人的目光 立即从范建明的身上 转到了那个英俊的青年人身上 只见他从椅子上起身 大不留心地朝拍卖台走去 走路的样子 更像是个女人 他掏出一张卡 往旁边的银行 准备办理交接手续的人员 面前一人 大声说道 这张卡里有五个亿 立马就在卡的背面 输入了你们需要的钱 在财产证上注明 房屋的主人叫范建明 然后连这张卡带产权证 全部交给那个 准备撒尿的人 说完 他直接从台上下来 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去 范建明是谁呀 喽 就是那个站起来 尿尿尿的傻子呗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再次聚焦到范建明的身上 李倩倩一下猛了 坐在椅子上 抬头看着范建明 心想 他压得怎么有这么有钱的朋友 直接把五个亿甩给他 周亚平也猛了 两眼一眨不眨地 看着范建明 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 直接把五个亿给范建明 那他究竟有多少钱呀 尤其是 他凭什么要给范建明这么多钱 难道 周亚平还是老道 突然站起身来 低声问了范建明一句 建明 刚才那小伙子是个女的吧 范建明苦苦一笑 没有吭声 这时银行的人从台上下来 走到范建明的面前说道 对不起 房产证上需要你的身份证号码 请你把身份证给我看看好吗 范建明只好掏出身份证 银行的人填写好了之后 把身份证和那张卡交给范建明 恭喜你 范先生 明山小阳楼现在属于你的了 在场所有人一脸蒙圈 不知道这是演的哪一出戏 回过神来的人们 纷纷拿起手机 有的拍照 有的录像 立即通过各种方式 向外传播这一条消息 李范范这时情不自禁地 又挽起了范建明的手臂 巧声问道 建明 究竟怎么回事呀 范建明叹了口气 他是外地一个富翁的儿子 曾经跟我一块 在S国打工 我就过他一命 说完 范建明拿着房产证和那张卡 快步追了出去 看到他那个样子 周亚平几乎百分之百地确定 刚刚那个年轻人 绝对是个女孩子 而且跟范建明有着 不同寻常的关系 他忍不住看了李倩倩一眼 心里叹道可怜的姑娘 你被建明给耍了 范建明并没有看出 他的神情 情不自禁地得意起来 至少方亚丹和张国栋都知道 范建明不仅是 民山小洋楼的主人 而且还有意义多的卡 而这钱财 他李倩倩都有一半 范建明一口气跑到楼下 已经没有看见那个人的人 正在沮丧的时候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是在找我吗 范建明不用回头 声音就知道 他是上官悠然 也就是刚刚拍下 民山小洋楼的那个年轻人 范建明一回身 直接拽着他的手 朝大楼的边上走去 哎哟 你弄疼我了 上官悠然 一改刚刚潇洒的样子 娇滴滴地喊了一句 范建明懒地搭理他 一直把他拽到大楼的背面 看到四下无人 这才怒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把我的计划全部打乱了 切 你有什么计划 不就是想让麦克出面 把民山小洋楼拍下来 然后送给你身边的那个女人吗 我这么做你 不是更拽 拍下小洋楼不说 还给了你三个多亿的卡 哎 你搞定身边的那个女人没有 没有的话 今天晚上 绝对可以搞定 搞定什么 范建明瞪了他一眼 一个女孩子 开口搞定不搞定的 要脸吗 上官悠然雪白的脸蛋 飞红一片 切 现在文艺了 在S国的时候 你的口味可重多了 我特么是男人好不好 你看你 又抱粗口了不是 上官悠然 原地一个三百六十度转体 看看小爷 绝对是条汉子 不吹不黑 今天拍卖会上的娘们 谁没多看我几眼 还有那两傻笔 跟着我后面 含五千万 六千万 不就是 想引起我的注意吗 好了好了 你说你干嘛来了 把一头绣发 剪成这么个鬼样子 现在像什么 赶紧回家去 回哪个家 当然是回你自己家 我靠 差不多上万公里 坐飞机 都得十多个小时 我特么到你家乡来 连口水都不让喝 这就要轰我走 范建明 这时手机响了 抛出来一看 是李倩倩打来的 好了 我不跟你多说了 这个江城大厦 是我们这里 最高档的宾馆 你自己去订个房间住下 好好休息一个晚上 明天早上买飞机票走人 切 我这暴脾气 还真的赶我走 上官悠然两只小手 往腰上一查 你知道我的优点 绝对是城市不足 办事有余 要么你把你的计划告诉我 说不定我还能配合你 你挖得真想 哄我走的话 那咱们就走着瞧 行 你先订个房 回头我来见你 少跟我扯没用的 几点 中午我过来吃饭 OK 上官悠然 洋洋得意的一扬脖子 迈着模特布 故意扭动着小腰杆 转身朝江城 大厦前门走去 只可惜 她穿的是平底鞋 要是穿高跟鞋的话 女孩子的那股得意劲 就更浓了她 走到酒店的门口 看到周亚平和李倩倩 正站在门口四处张望 立即又恢复了男孩子的样子 把脸偏到一边 高视阔步地朝酒店走去 李倩倩正拿着手机贴在耳边 一边等着范建明的接听 一边四处张望着 无意中看到了上官悠然 立即朝周亚平使了个眼色 周亚平回头看了上官悠然一眼 嘴角微微一扬 妈 建明没有接电话 估计是走了 咱们走吧 周亚平没吭声 心想 这丫头怎么这么笨 范建明就是追这人出来的 这人在这里 范建明还会走远吗 周亚平立即掏出手机 给范建明发了条短信 我们先回医院了 范建明依然站在酒店的北面 她是准备等李倩倩 第二次拨打电话的时候在接听 没想到接到了周亚平的短信 立即回复了一条 行 中午我在外面吃饭 麻烦你准备好父亲和外婆的午饭 周亚平又回了一条 没问题 给那个小姑娘喝两杯 小姑娘长得不错 比李倩倩漂亮多了 嘻嘻 范建明现状 摇了摇头 冷笑了一声 她立即拨了麦克的手机 你在哪里 江城大厦8888房间 约翰逊也在我这 我马上上来 范建明立即从后面绕了过来 周亚平和李倩倩已经离开 她直接走进电梯 来到麦克的房间门口 按下门铃 麦克把门一打开 范建明刚刚走进去 突然感觉有人在背后撞了一下自己 一回头 上官悠然已经跑到她前面 直接坐在了沙发上 范建明看了看麦克 又看了看约翰逊 意思是问他们 上官悠然怎么知道这里 约翰逊和麦克同时耸了耸肩 范建明明白了 这一切一定是长凯干的 长凯一直暗恋着上官悠然 上官悠然也知道 长凯是电脑高手 他让长凯通过跟踪软件 跟踪自己 麦克和约翰 逊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范建明美好气地 坐在上官悠然边上 上官悠然立即挽住她的手臂 一张漂亮的脸蛋 立即凑过去问道 哎 你是不是就喜欢女孩子 像这样 小鸟依人一样 依偎着你啊 只不过今天 依偎着你的那个女人 好像有点老 该不会是有老公的人吧 上官悠然的话 像一把刀子一样 刺痛了范建明的心 李倩倩可是她曾经的女神 可惜的是她居然跟张国栋 范建明立即甩开她的手 同时把她的耳朵拎了起来 哎哟 哎哟 我说范建明 太过分了 麦克和约翰逊还在边上呢 约翰逊微微一笑 问麦克 你看见了什么 麦克一耸肩膀 除了你和空气 这里还有外人吗 我靠 你们两个洋鬼子记住 等会看老娘 怎么收拾你们 哎哟 哎哟 范建明 轻一点 真的很疼的 范建明这时 才把手松开 搭拉着脑袋 坐在沙发上 一声不吭老板 麦克不解地问道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呀 如果让我跟上官配合 你该早给我打声招呼 弄得我不知所措 众目睽睽之下 都下不来台了 约翰逊白了他一眼 这都没明白吗 上官小姐 这是来砸场子的 上官悠然瞪了约翰逊 你个老油条 好像没什么你不明白的 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约翰逊两手一摊 问题是 你把老板的电话 全部给打乱了 切 就他这脑袋 说他比猪蠢 简直是对猪的侮辱 他能制定出 什么好计划来 人家让他做个烟囱 他倒好 给人家挖了一口井 说是图纸看反了 范建明两眼一瞪 你还说这是 上官悠然夸张地 从沙发上 跳起来喊道 艾玛 要出人命了 赶紧报警 范建明摇了摇头 有些绝望地 靠在沙发上一声不吭 别呀 嘿嘿 上官悠然 一脸媚笑地 重新在他身边坐下 讨好的说道 那张图纸 确实是我看错了 可要不是我看错 你能挖水井 挖出一口金矿来吗 这话倒是不假 当年范建明在A国的一个砖瓦厂烧砖 厂方准备再建一个砖窑 所以就让上官悠然的父亲设计一个三十米高的烟囱 他的父亲图纸画好了 人却病倒住院了 上官悠然本来就想找机会去见范建明 听到父亲让他把图纸送到工地上 他喜不自禁地拿起图纸就跑 却没想到拿错了 把他父亲设计的一口水井的图纸 送到了负责施工的范建明手里 本来S国就是一个缺水的国度 在砖厂上的工人们怨声载道 除了每天吃饭和饮用水之外 连洗澡的水都没有 看到厂方居然要在这里打水井 当然没命地干 日夜加班 正常需要一个月的工程 他们居然在一个星期就完成 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井底没有发现水源 却发现了金矿 而第一铁锹产到金矿的人 真是范建明 当时跟他在井底下施工的 还有段云波和段云涛兄弟 正因为如此 后来范建明把一部分资金转移到国内 就让段云波在江城负责房地产开发这一块 而他的弟弟段云涛 目前依然在S国 替范建明指挥麾下的雇佣兵团 当时他们可都是穷工人 都是被黑中介和舌头骗到S国去的 后来厂方的老板和上官悠然的父亲来到现场 找半天没找着烟囱 却发现他们在挖水井 上官悠然的父亲意识到 一定是自己的女儿拿错了图纸 因为他在另一个地方设计了一个水井 上官悠然的父亲也是被人骗到S国去的 他还是在国外的华裔教授 夫妻两个代的女儿跑到S国淘金 结果被西方的雇佣兵劫持 控制在手里 廉价地为他们设计各种东西 为了避免厂方找上官悠然的父亲的麻烦 范建明只好说自己没读过书 把图纸看反了 何况厂区也需要一口水井 厂方的老板指使着看守的雇佣军 把范建明报打了一顿 然后命令人把水井填上 本来没人知道下面是金矿 即便是填上了 以后有机会再开挖就可以 然而段云涛当时觉得 如果把挖到了情况的事情 告诉厂方 厂房老板一定会奖励他们 说不定还会分一点金子 让他们回国 那时也算是衣锦还乡 重要的是可以离开被雇佣兵囚禁的生活 老板下面 他刚一开口 躺在地上的范建明瞪了他一眼 段云波也拽了他手臂一下 厂方的老板也是西洋人 他虽然听不懂东方的话 但看得出段云涛好像说下面有什么 回过头来问道 下面什么 段云波这时说道 下面好像还有一个人没上来 我喊喊 段云波抽到井口 正准备装模作样 要喊的时候 老板居然踹了他屁股一脚 段云波整个人便掉了下去 老板等着做烟囱 没想到他们挖出一口井 感觉耽误了自己的事 他恨不得把范建明和段云波兄弟 活埋在井下 好在段云波在半空中抓住了绳子 两只手掌都磨破了 鲜血直流 但为了保命 他紧紧拽住不放 段云涛一看 哥哥掉了下去 立即扑向老板 旁边的雇佣兵见状 拿起枪托 就要砸段云涛 范建明见状 立即拿着铁铲 直接罩着旁边 另一个雇佣兵的脖子砍去 鲜血溅了一点 此时段云涛 被那个雇佣兵砸了个亮枪 刚站稳身子 那个雇佣兵已经举起枪 只听哒哒哒 范建明抠动了扳机 把那个雇佣兵打死 老板见状 把腿就跑 段云涛捡起那个雇佣兵手里的枪 照着老板的后背 就是一梭子 其他工人们见状 吓得四下逃窜 外围的雇佣兵听到枪声 立即冲了进来 范建明见状 大喊一声 大家都不要跑 我们在井下发现了金矿 咱们只要保住这个情况 就有可能逃离这个地方 工人们一听金矿 顿时连命都不要了 一个个拿起铁铲做不起 在范建明和段云涛的带领下 与雇佣兵展开了殊死搏斗 二十多个带枪的雇佣兵 全部被他们打死 而整个砖瓦场里的一百多工人 死伤了六十多个 最后范建明就是带着剩下的三十多个工人 凭着他们发现的金矿 到处招兵买马 在S国打出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最后帮助周边的几个强大的部落 反抗军阀和雇佣兵的压榨 最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而他们所支持的部落首领 后来居然成了S国的第一人 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 本来他们都会被上官悠然害死的 没想到老天爷开眼 居然让他们发现了金矿 现在上官悠然拿着是说事 范建明真有些哭笑不得 约翰逊这时劝道 老板 你也别生气了 还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反正我已经把麦克的消息 全部都散播出去了 就算今天 他没有把小洋楼拍下来 我觉得周亚平也会上钩的 我去 周亚平 上官悠然瞪大眼睛问道 就是坐在你另外一侧的那个老女人 爱玛 你呀的口味真重 老少全收呀 她和那个李倩倩 该不是一对母女吧 范建明对她一句 看来你的魅力不怎么样 常凯没把一切都告诉你吗 上官悠然眨巴着眼睛反问道 常凯在哪里 我都有两年没见到她了 你还装 嘿嘿 麦蒙是我们女孩子的天性 你就不能假装一回傻瓜吗 干嘛老显得要比别人聪明似的 这样不好 知道吗 上官悠然又凑到范建明的身边坐下 其实我这次过来 就是想看看你喜欢的女人到底有多漂亮 你想干嘛 那李倩倩要是真漂亮也算了 不信你问问约翰逊和迈克 你们俩说说 那个李倩倩哪一点比我长得好 迈克耸了耸肩 没有吭声 老实说 不管是论长相 还是清纯的气质 上官悠然都甩出李倩倩好几条街 所以她无话可说 约翰逊却说道 你们俩没有可比性 人家是女孩子呀 你压得眼瞎呀 上官悠然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正准备扑向约翰逊 范建明一把把她摁下 不耐烦地吼道 你给我老实待着 上官悠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咬牙切齿地盯着范建明 举着一只小粉圈 在她的耳边挥舞着 范建明回头 看了她一眼 她立马黑黑一笑 拳头划为手掌 尖叫一声 爱马 你这里好像有根白头发 这就是传说中的少年白吗 约翰逊笑着对上官悠然道 别闹了 老板现在正在考虑问题 看看如何把你捅破的天 再给不起来 我说养鬼子 懂不懂什么叫多种花哨栽次 上官悠然 白了她一眼 转过脸来 看着范建明时 立即笑成了一朵花似的 解灵还须记灵人 先告诉我 你究竟是什么计划 准备针对谁 我可以帮你想想呀 就你 范建明的脑袋 晃动得跟波浪鼓似的 我怎么了 知道什么叫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吗 我也许不能帮你成事 但可以帮对方败事呀 你就告诉我 你现在想对付的是周亚平 还是李倩倩 常凯没跟你说吗 讨厌 你老提她干什么 范建明常常地叹了口气 她知道 上官悠然 既然跟过来了 如果不整出点动静 她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执意轰她走的话 说不定还真会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范建明只好原原本本地 把自己针对周亚平一家人的计划 合盘拖出 上官悠然一天 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 我去 范建明 你压的血腥上哪儿去了 对付这么个老娘们 一言不合直接开干就行 干嘛要绕那么大的圈子 你当这是在S国呀 咱们东方可是个法治的国家 一切都要按法律办事情 现在不管我有什么办法对付她 她毕竟都是我父亲的现任妻子 就算最终离婚 她也能分到我父亲一半的财产 你父亲有多少钱 你还在乎那一点东西 早就说过 你压的头发 常见是短 我是在乎我父亲的钱吗 我是不让他带走一分钱而已 谁说我头发长了 我不是已经剪短了吗 约翰逊则是插了一句 谈正事的时候 你就别扯远了 我说养鬼子 你能不能闭嘴 怎么哪里都有你呀 对于上官悠然来说 能够和范建明说上话 而且时不时地卖卖萌 撒撒娇 逗逗去 就是天下最正经的事情 范建明冷冷地瞅着上官悠然 一声不吭 上官悠然一吐舌头 赶紧又坐在沙发上 忽善忽善地大眼睛一转悠 突然说道 这好吧 你的计划不就是让迈克去忽悠他吗 现在让我顶替不就得了 我今天的风投出得够大的 绝对比迈克好使 范建明摇头道 你说得不错 如果只是前半段的话 你倒可以完全替代迈克 问题是你后来把房产证和卡都给了我 无意向所有人证明我们之间的关系 再要是让你去坑州亚平的话 岂不是告诉他 这是我设下的圈套吗 嗯 只要他中招 管他知道不知道是谁设下的圈套 你不就是为了出一口恶气吗 你懂什么 原本我想在他面前装的一无所有 而他自觉已经掌握了我父亲所有的财产 对我始终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迈克使他变得一穷二白 那种巨大的落差 会让他瞬间崩溃的 约翰逊这时插道 老板的套路是 让周亚平觉得自己是一团烈火 而且越来越旺 等到迈克浇上一盆冷水的时候 他顿时就会变成落汤鸡 那种巨大的反差 会让老板感到无比的兴奋 你现在的做法 无疑是让周亚平开始自我降温了 他的意思我明白 用不着你在解释 上官悠然白了他一眼 转而对范建明说道 有一点你别搞错了 周亚平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父亲的钱 尽量都转出去 到时候离婚 就算是净身出户 他也不亏了 只要我们能把他转出去的钱 进收囊中 到时候他依然会像是只落水狗一样 那你告诉我 应该怎么办 说你是S国的富豪千金 然后有你跟他接触 让他把钱投到你这边来 不是呀 现在我是你朋友了 你把我介绍给他 他已然知道 我很有钱 我再在他面前猛吹一通迈克 效果不是比约翰逊放出去的话 更可信吗 始终没说话的迈克 这时点了点头 不错 我觉得如果现在由上官出面说我的来历 恐怕比约翰逊更有说服力 周亚平也更容易上钩 范建明看着上官悠然问道 那我怎么介绍你 你以为你还真的女扮男装 永远瞒过所有人的眼睛吗 今天因为你一出嫁 把全场的人都震住了 只要多看你几眼 就知道你是个女人 这还不简单 直接告诉他 我就是喜欢你 一直从S国追到这里来了 怎么着 是不是怕李倩倩吃醋 如果放在过去 范建明还真怕 现在 好吧 我看只有这么办了 范建明看着上官悠然问道 你住哪 隔壁 7777 嘿嘿 怪不得刚刚开门的时候 他像风一样地刮了进来 原来就住在隔壁 范建明看了迈克一眼 迈克赶紧解释道 我真的不清楚 不用说 迈克的行踪都是常凯告诉上官悠然的 范建明转对上官悠然说道 行 那你就回房间 赶紧恢复过去的样子了 没问题 说的 上官悠然居然连蹦带跳地朝门口跑去 少女的那种矜持 没有了踪影 反倒显得更加青春靓丽 朝气蓬勃 零 范建明无语地 看着约翰逊和迈克 他们两个对视了一眼 未可置否地耸了耸肩 表示没什么好说的 范建明眉头一皱 沉吟了一会儿 非常严肃地说道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今天我就把话挑明 我跟段氏兄弟迟早必有一战 但绝不是为了这个丫头 约翰逊和迈克不约儿童地点头道 我们都知道 我不需要你们表态 也不需要你们站队 这是我跟段氏兄弟之间的事情 我只想让你们知道 是他们两个对我虎视眈眈 而我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甚至连上官悠然这个丫头 我都没想过去去跟段云涛争 但他们步步紧逼 而且一定会拿上官悠然这丫头说事 约翰逊点头道 那是肯定的 东方人最讲究师出有名 所有人都知道段云涛在追求上官悠然 一旦上官悠然跟了你 他就会说是你抢了他的女人 迈克也补充了一句 之前他已经放出话来 当初发现金矿的是他们兄弟两个和你在一起 就算是分赃 他们兄弟两个也应该得到三分之二 现在你是老板 而他们却沦为了跟班 约翰逊叹道 可是他似乎忘记了 如果不是你带头反叛 招兵买马 把我们都装起来 别说是那个金矿和上官这个丫头 估计他们兄弟俩的小命早没了 历来不管是朋友还是兄弟之间 通常只能共患难 很少能同富贵的 其实S国现在正面临着大动荡 西方许多雇佣兵组织群群欲动 他们不希望由东方人组成的雇佣兵团 在S国立足 尤其是皮尔斯手下的雇佣兵 基本上都是西方正规部队的老兵 有海军陆战队的 也有空降师的 以目前的实际情况 范建明根本就没有时间回国 然而大敌当前 内部的问题不解决 根本无法同仇敌忾 虽然范建明从其他的渠道 已经得知段云涛甚至与皮尔斯有所勾结 但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一直都没办法动对方 这次他就是故意离开S国 留给段云涛一段空间 看他如何表演 一旦表演得过火 或者说是原形毕露 范建明在痛下杀手时 其他兄弟也就没有话说了 当然 这只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备案 范建明其实还想和平解决 自己与段云涛之间的矛盾 恰好家乡还有他挂念的外婆 再加上学生时代的恩恩怨怨 所以他才在最不能离开的时候 突然离开了S国 迈克这时对范建明说道 虽然之前大家都清楚 段云涛喜欢上官悠然 而上官悠然又喜欢你 只是觉得这时年轻人之间的三角恋游戏 最终究竟花落谁家也不得而知 现在上官悠然追到了江城 可以说捅破了这张窗户纸 我觉得这也是件好事 要来得迟早回来 只是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范建明点了点头 还是那句话 兄弟内讧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们站队 多少次生死我们都走过来了 这一次也是一样 我希望结局是让所有人都满意 而不是让亲者痛 愁者快 约翰逊问道 那以你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就按上官悠然说的往下走 除此之外 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恐怕只能如此 上官悠然这时推门进来 他已经换上了一套连衣裙 脚上还穿了一双高的 有点夸张的白色高跟鞋 头上带来其间的假发 活脱脱一个天使般的女神 站在了大家的面前 好在在座的人都见过他这副样子 所以没人感到大惊小怪 范建明起身道 那就这么说了 我先跟上官悠然到医院里去 你们等着消息吧 好的 范建明和上官悠然离开之后 迈克问道 约翰逊 你对他们之间的事情怎么看 你说的是段云涛 还能有谁 约翰逊叹了口气 段云涛就是个愤青 而且脾气火爆 容不得任何人 不管是做人做事 他和范建明都不在一个层面上 那你的意思 我们应该支持范建明 约翰逊摇了摇头 你要搞清楚 除了当初那三十多个幸存者之外 我们都是后来人 就算你我想支持 谁也插不上嘴 让他们去吧 反正你我都是职业经理人 谁做老板 我们听谁的 段云涛给我打过电话 他说的意思 跟范建明一样 只要我们别管闲事就可以了 他也给我打过一样的电话 说白了 不管是范建明还是段云涛 都没把我们当成是自己人 那你就没有其他的打算 你说的是皮尔斯吗 不错 约翰逊摇了摇头 那家伙我听说过 比段云涛更加暴力 说实话 迈克 咱们在非洲这么多年 也见过不少雇佣军的头目 说来说去 还算是范建明的胸怀比较宽广 那是 迈克说道 如果这次是范建明赢了 自然无话可说 假如他败给了段云涛 我觉得 我们可以在皮尔斯那里 留条后路 约翰逊点了点头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也不觉得 有什么不可以的 迈克有些不解地问道 S国的局势 那么紧张 外有皮尔斯的雇佣军 内有段云涛的狼子野心 我就不明白 在这种情况下 范建明怎么还有心情 跑到国内了 处理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 约翰逊笑道 这大概就是欲情故纵吧 别看范建明年轻 他能够在S国一军突起 绝对是有过人之处的 走 闲着无聊 到我店里 去喝两杯 OK 周亚平和李倩倩 回到医院之后 两人不在一个微信群 也没有一个微信的共同好友 但两个人的微信都燃爆了 满满都是关于明山小洋楼 被拍卖的消息 点开一看 有的是照片 有的是视频 全部都是上官悠然 和范建明的消息 周亚平和李倩倩 也被搭上顺风车 露了一个小脸 许多人都在疯传这条消息 原以为来自海外 有金矿的外国人 会最终拍下 明山小洋楼 结果却是我们自己人 摘得贵贯 舒畅 解气 点赞 更有人发布详细评论 买主是谁不清楚 只有一个帅子 当场联楼贷卡 转赠给一个叫范建明的 没人知道 范建明是谁 从哪里冒出来的 却有人知道 他身边站着的 是范氏集团的财务总监 范氏集团 范建明 两者之间 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该不会是演戏吧 说不定那个帅哥 就是范氏集团的人 所谓财不外露 建议税务部门 好好查查范氏集团的账 他们究竟有多少资产 李倩倩的同学群也爆炸了 范建 不可能吧 搞鸡啊 那个美少年 怎么就看上他了 可怜了 我们的李大美女 找了一个好兄弟 不对 不对 是他们父子相认 钱应该是范氏集团的 方亚丹呢 怎么不说话 你没到现场去吗 紧急呼叫张国栋 李大美女露个脸呀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我们乡下人完全不懂 走了走了 张国栋坐在家里 看着微信里的消息 苦不堪言 他不是极度范建明 而是离开拍卖现场的时候 吴文丽根本没有搭理他 自己扬长而去 方亚丹不必说了 拍卖之前就已经当众出了他的洋相 现在只有李倩倩 张国栋想了半天 忽然给李倩倩发了一条短信 只有三个字 恭喜你 恭喜什么 各种滋味 只有张国栋自己知道 不过他相信 李倩倩也会明白 果然 李倩倩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 心里像刀脚一样 居然有种泪奔的冲动 李倩倩第一时间就想回复 可刚准备输入的时候 又茫然了 她不知道该输入什么文字 李倩倩很清楚 哪怕只要自己输入一个字 恐怕与张国栋之间的感情 就会死灰复燃 毕竟两人相爱了这么长时间 不是想说忘记就能忘记的 问题是 范建明对于他来说 眼见的就是一座金山 为了这个到处留情的张国栋 他值得放弃这座金山吗 李倩倩犹豫了半天 不仅没有回答 最终还把张国栋的这条信息 给删除了 豹子也看到了相关的微信消息 他立即打电话给蒋志超 超书 你看到今天有关明山小阳楼拍卖的消息吗 当然 那个范哥真的那么有钱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吧 他不仅仅是有钱 而且实力大 不然 我怎么会当众给他下跪 豹子点了点头 真是真人不露像 我算是见识到了 人家送他几个亿就跟玩似的 他得多有钱呀 蒋志超忽然问道 你想不想发一笔横财 什么意思 先给你打声招呼 如果你想的话 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机会 只是代价恐怕会有点大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就看自己付出的代价 有多少回报 如果给你十个亿 让你杀一个人呢 豹子一下惊呆了 十个亿 天下哪个人这么值钱 超书 你能再把话说明白一点吗 范建明手下有个叫段云涛的 在S国我见过 他知道范建明救过我 所以对我应该没有什么戒心 段云涛说了 如果我能在江城 把范建明除掉 他给我十个亿 我去 这么财大气粗 那超书你 我年纪大了 杀不了范建明可是 我明白 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么做人不对 怎么能恩江仇报呢 蒋之超解释道 那个段云涛告诉我 其实当时范建明早就准备除掉那个军阀 有没有我的事情 他都会动手的 救我一命 只是顺手牵羊而已 豹子没有吭声 我也想明白了 砍头不过碗大个八 就算是顺手牵羊 他毕竟就过我一命 可我给他下跪 也算是还清了这笔债 对别人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看出你不服他 而且关系到十个亿 就凭你我 你说要多少辈子 才能赚这么多钱呀 豹子的呼吸 有些急促起来 你想让我怎么干 因为我干不了这事 所以我没答应对方 而且对方也说了 不会跟我签下任何协议 只是口头承诺而已 只要我答应下来 他会先付一亿的定金给我 豹子不解地问道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下来 先把一亿拿到手再说 他们的钱是好拿的吗 他会给我定个时间 如果到期没有兑现 他们派人来杀我 简直一如反掌 如果这点信心都没有 你觉得他会付一个亿的定金吗 可万一我们真的 把范建明做掉 剩下的钱 他不给我们怎么办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就算他不给后面的钱 我们到手的一个亿 总还是有的吧 名人面前不说暗话 你要是敢接这笔业务 最低程度 我们一个人得五千万 也就是说 最少五千万让你杀一个人 干不干 对于豹子来说 即使只有五千万 那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他没有理由不停而走险 问题是那小子功夫高得可怕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对付他 我也问过段云涛 他的功夫也不是自幼炼成的 好像是到S国去了之后 先是碰到了一个华裔的师傅 教过他内功 后来外国的雇佣兵里 有一个特别能打的 教了他擒拿格斗和搏击之类的东西 总而言之 他那些玩意儿也不是有什么什么很强的基础 突然袭击的话 我觉得你能拿下的 豹子想了半天 也没有下定决心 不过 有一点 我要提醒你 因为涉及到命案 你不能让任何人帮你 这是只能天之地之你之我之 多一个人并不只是多分一分钱的问题 而是完事之后 多了一份败露的危险 我知道 这是你要干 我就跟段云涛联系 你见到钱之后再动手 如果不干 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说 你也别想着去讨好范建明 你应该明白 相对你而言 范建明是更相信我 还是会相信你 超书 我豹子的为人 你还不知道吗 干或者不干 这是到我这里救了 不可能再有别人知道 那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对方给了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明白了 还有 陈玲玲那丫头 好像对范建明动了心事 你要是真的决定 干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她 把范建明弄到 你想她出现的地方 你没跟陈玲玲说这件事吧 你说呢 讲之超冷哼了一句 如果想干这事 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她 所谓英雄难过美人观 我明白了 豹子放下电话之后 立即想到了马小敏 他立即拨通了马小敏的电话 敏姐 上次红彬的事解决了没有 怎么这几天没看见你给我打电话 马后炮 解决了 你小子 关键时候一点都不靠谱 说什么呢 一定是范建明替你解决的 对吗 不管怎么说 找他出面 可是我替你出的主意 那就谢谢你了 谢谢我倒不存在 就是不知道 敏姐怎么谢谢他 该不会像他 展开了你那优美的翅膀吧 七 你还挺文艺的 姐就是这点魅力了 出了一副漂亮的翅膀 啥万一也没有 那我就放心了 回头介绍我给你这个同学认识一下 怎么样 没问题 放下电话之后 豹子又陷入了沉思 他现在需要的是下定决心 值不值得为五千万去杀一个人 而且杀的是范建明这样的高手 可不管怎么样 他打算先把路子给铺开 蒋志超想到利用陈玲玲 他却想到利用马晓敏 反正多一条路就多一份成功的把握 他拿着手机 看着通讯录里蒋志超的名字 犹豫了半天 最终还是没有点开 马晓敏刚刚接完报子的电话 就听见陈凯在边上嚷道 我乐个去老婆知道什么叫站在风口上 是猪都能飞吗 看看范建 这可是天上掉馅饼 直接砸中脑袋的节奏呀 马晓敏白了他一眼 人家能飞就一定有飞的道理 还说人家是范建 你什么时候也交个送你别墅 外带三个亿的卡的朋友试试 整天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围在身边的 全是一群骗吃骗喝的主 我看你才是范建 送你六个字 且行且珍惜 陈凯眨巴着眼睛问道 这不是五个字吗 你还识数呀 马晓敏走到一边 看着衣架上挂着范建明 买去的同款的T恤 就像是看着范建明似的 心想 今天的范建明 果然不同凡响 其实当范建明 替他摆平红冰的那一刻起 他就明白 现在的范建明 与当年的范建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想到在宾馆的房间里 范建明显得那么羞涩 木讷和不解风情的样子 马晓敏忍不住扑斥一笑他 暗自发誓 一定要李倩倩之前 节足先登 让范建明这只菜鸟尝唱 什么叫风情万种的女人 庞志标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看到同学群里发出来的那些消息 大吃一惊 他立即给未婚妻胡颖 转发了几个视频和照片 然后发了条信息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昔日人见人妻的范建 居然乌鸡变成了白凤凰 这特么到名里说里去 胡颖仔细看过照片和视频 小心脏早已活泛起来 那天在KTV的大厅里 胡颖就意识到范建明与众不同 所以才主动接近他 现在看到有关他的消息 更加确定范建明值得一交 胡颖没有想过范建明多有钱 只是觉得他的功夫那么厉害 一下子把红斌的那么多人放倒 肯定是帮了这个俊美的年轻人 然后人家来报答他而已 一栋泥山小洋楼 再加上三亿多的卡 范建明那是帮了人家多大的忙呀 胡颖怎么就想不明白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 怎么在庞治标和他同学们的嘴里 居然就是个窝箱废 胡颖心里期待着 能够与范建明再次相逢 但却给庞治标回了一条这样的信息 说什么呢 什么物鸡变成白凤凰 你发的视频和照片都是什么 我没看懂 庞治标秒回 你忘了 我们在医院门口碰见的那个同学 我不是告诉过你 他就叫范建吗 胡颖反问道 同学有钱不好吗 瞧你那骨子酸进 羡慕极度不要紧 有必要招你那么恨吗 庞治标 你不懂 胡颖 胡颖 我确实搞不懂你们的关系 不过我想 他名气这么大 现在又这么有钱 你要是让他投资你的水暖器材公司 那还不得瞬间发起来啊 我去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点 问题是范建 他会给我投资吗 庞治标眼珠一转 忽然想到了刘云坤 喂 云坤呀 今天同学群里疯传的消息 你看见了吗 切 你当我眼瞎呀 妈蛋的 范建那小子 该不会是祖坟冒清烟吧 一夜之间成亿万富翁了 你什么时候 把他拉进群来 让他给同学们 来个精准扶贫呀 姥姥 当初方亚当拉他进群的时候 不是你小子 让我踢了他吗 怎么着 现在眼红了 大小你压的 也是个老板 用得着去填吗 谁填他呀 我这不是 想打土豪分田地吗 拉倒吧 他范建 也算是土豪 我刘云坤现在 在社会上也是 有头有脸的人 现在还欺负他 传出去 我丢不起那个人 你真要是想宰他一把 干脆跟沈江源他们几个 把范建明约出来呗 我就不参与了 说完 刘云坤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刘云坤很清楚 庞治标绝对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他之所以给自己打电话 就是以为自己是社会上的混混 想借助自己的实力 狠狠地敲范建明一把 如果自己的肋骨不是被范建明打断 而且也不清楚连蒋制钞都给范建明下过柜的话 刘云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 机会 但现在他觉得庞治标就是个坑货 所以反过头来 他要坑庞治标一把 庞治标一愣 这个刘云坤怎么了 这小子在同学们当中 长期骗吃骗喝 绝对是咽过拔毛的主 怎么今天放着饭建这么一大财主 居然不动心思 不对 这小子说不定想单干 想到这里 庞治标还真的给沈江源打去电话 沈江源也是他们的同学 现在与人合伙 开了一家奥迪4S店 读书的时候并不是很出众 没有张国栋 刘云坤 庞治标和陈凯那么嚣张 也不至于像王伟那么老实 像范建明那么被欺负 进入社会这么多年 他自觉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除了与人合伙 开了一家4S店 同时也认识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 心里一直惦记着 有朝一日 能够在同学们面前显摆一下 冷不丁地接到庞治标的电话 怂恿他什么时候把范建明约出来 大家一块给他放放血 好好宰他一番 沈江源不绝地问道 宰什么 就吃一顿饭 什么呀 他压得得到了明山小阳楼不说 人家还给了他三亿多 咱们不说多的 让他拿出几百万出来 也是应该的吧 我刚刚跟刘云坤打了电话 那小子居然不插手 真特么稀奇了 我估计他恐怕已经截足先登 自己单干了 切 刘云坤算什么东西 就是个骗吃骗喝的小混混而已 庞治标不是我沈江源吹牛 我现在认识的朋友 摁死刘云坤这种角色 跟摁死一只蚂蚁没多大区别 这事就这么办 回头我们找个机会把范建约出来 太好了 我想最好是把李倩倩一块约出来 妈蛋的 范建现在有了钱 一定觉得牛笔轰轰的 我们不仅要让他放血 而且还要他当着李倩倩的面认怂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老子绝逼不服 庞治标赶紧又在群里忽悠着 让大家伙积极参加这个月的同学群聚会 同时单独一特方亚丹 希望他把范建明找来 方亚丹正惦记着上官悠然女扮男装的俊美青年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立即拨通了范建明的电话 范建明正和上官悠然朝住院部走去 看到是方亚丹的电话 立即点开 喂 方大美女 有事呀 你小子隐藏得挺深 居然还有一位那么有钱的朋友 什么时候介绍认识一下呀 怎么 你方大美女还缺钱吗 废话 你压得知道我缺什么 晕死 他缺的是小白脸 好呀 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对了 你今天可是引起了轰动 同学群里都沸腾了 有人提议这个月的同学聚会 希望你参加 怎么样 没问题呀 你方大美女有力 我岂敢不从 贫嘴 那就这么定了 等聚会的酒店定好之后 我给你打电话 OK 上官悠然眉头一皱 撅着小嘴问道 这方大美女又是何方神仙呀 没想到你还是个戏精 在S国面对那么多美女坐怀不乱 这一回来就呵呵呵了 你想多了 这是我的同学 也就是拍卖会上第一个报价 后来在你之前 爆出六千万的那个 现在看来 他当时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这不 打电话过来 让我介绍你 跟他认识 你看 我就说了 本小姐出马 连女人都蜂拥而至 就更别说男人了 就你压得有眼无珠 对本小姐的美貌视而不见 谁说我视而不见 我从来就没否认 在我所见过的东方女孩子当中 你长得是最漂亮的 把那孩子去掉 本小姐是女人好不好 说着 上官悠然挽起了范建明的手臂 范建明直接把她的手拨下去 能矜持一点吗 马上就到了 给我好好演戏 演什么演 我本来就是本色出演好不好 反正追了你几年 你也爱搭不理的 上官 咱们可得把话说清楚 云涛是我的大哥 他那么喜欢你 你 我怎么了 喜欢我就行了 还得看看我是不是喜欢他吧 他比我大 而且没有女朋友 长得又那么帅 所有人都说他浑身上下 都是男子汉的阳刚之气 你们女孩子不都喜欢他这种类型的吗 上官悠然突然停住脚步 伸出又白又嫩的小手 直接指着范建明的鼻子 再警告你一句 我吕磨的是女人 不是女孩子 OK 不仅仅是女人 而且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这还差不多 上官悠然瞟了他一眼 本小姐有个脾气 谁要是喜欢我 我还就真的不待见谁 谁要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还就喜欢赶着往上凑 你说气人不气人 确实气人 你老爸要是知道 你这个暴脾气 估计得被你气死 范建明 你找打 说着 上官悠然 挥舞着一对小粉圈 高起轻落 看似拼命地锤打着范建 其实跟脑痒痒差不了多少 这一切 居然被站在窗户边上的李倩倩意外看到 李倩倩正站在外婆病房的窗前 一直想着心事 只不过脑袋乱成了一团江湖 千头万绪 她很想理清一条思路 但却越理越乱 尤其是看到同学们在群里呼吁让她说话 而且又看到庞治标闹着大家都要参加这个月的同学聚会 心里更是忐忑不安 尽管张国栋的父母不同意 甚至张母还大闹了医院 张国栋不仅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甚至接近了人渣 到处留情 可刚刚的那个消息 证明张国栋对她很有意思 同学聚会 张国栋肯定会到场 怎么办 李倩倩已经和范建明打了结婚证 双方大人都同意了这张婚事 如果范建明能摒弃前嫌 一心一意对她好的话 她也打算咬咬牙 跺跺脚 就算不能置张国栋 余千里之外 但不理不睬 还是可以做到的 问题是 范建明在酒馆里的那番话 貌似对李倩倩 并不像一开始那么爱的执着而热烈 除了父子相认 她的朋友 又把民山小洋楼拍下 顺带还送了她几个亿的一张卡 依然腰缠万贯的范建明 还能真心实意地对自己吗 想到这里 李倩倩的肠子都悔清了 竟然当初答应方亚丹 嫁给范建明 而且已经领了证 为什么就不能保持在民政局门口 见到张国栋时的那种态度 如果从那时就开始距张国栋于千里之外 现在该有多好 自己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顶级富婆 妥妥地进入江城名园之列 别说是方亚丹 恐怕所有的同学都对自己高看一眼 而不再会因为嫁给范建明笑话自己了 现在倒好 张国栋那边算是彻底断了 范建明这边又靠不住 怎么办 恰好在这时 她看到范建明和一个绝色美女走了过来 两人一路上还在打情骂俏 放在之前 恐怕李倩倩就像亲眼看到李立敏 坐在电瓶车上 搂着范建明的腰那样 无动于衷 但现在不一样了 她无法容忍一座金山 与自己失之交臂 周亚平看到范建明还没回来 正准备叫李倩倩和自己一块 到外面去买三个病人 包括他们两个的午餐 先是看到李倩倩站在窗口发呆 还以为她已经看出上官悠然是个女孩子 现在真有点不知所措 刚准备走过去的时候 又发现李倩倩像是看到窗外的什么人 浑身打了个机灵 立即走过去一看 范建明正抓住上官悠然的双手 低声呵斥着着什么 李倩倩根本就没有认出 上官悠然就是拍卖会上的那个青年 周亚平眼尖 眼就看出来了 只不过当时上官悠然留着是平头 而且穿着平底鞋 现在一头披肩的秀发 再加上高跟鞋的烘托 整个就是一身材苗条 高挑挺拔的俊美少女 不禁暗自惊叹 这丫头长得怎么这么漂亮 范建明也是 既然认识这么漂亮 并且挥金如土的绝美少女 怎么就傻了吧唧的 会和李倩倩领证呢 李倩倩确实长得漂亮 但跟换上女装的上官悠然相比 如果说上官悠然长得倾国倾城的话 李倩倩只能称得上是祸国殃民了 对于周亚平而言 他倒是希望范建明身边 多有几个女人 英雄难过美人观 如果范建明天天围着女人转 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 管理范氏集团 那么周亚平就可以尽情地瞒天过海 很快把集团的财产掏空 而且他还有新的计划 还希望把上官悠然 给范建明的那几个亿 也一并弄走 所以 他绝不能让范建明身边的女人消停 倩倩 看什么呢 周亚平问道 没 没看什么 李倩倩没想到 周亚平会出现在身后 被他突如其来地问吓了一跳 赶紧回过身来 李倩倩本来就是自尊心极强的人 他可经不起这种打击 眼见范建明带一个美女 马上就要进门 他一下子乱了方寸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周亚平笑道 所谓名不正 言不顺 你已经跟建明领了结婚证 根本用不着怕什么 对啊 不管举美举行婚礼 领了证 我和范建明就是合法夫妻 要说担心害怕 咦咦咦藏藏藏 那也应该是范建明和那个小狐狸精的事情 我怕什么 李倩倩充满感激地看着周亚平 在李倩倩看来 虽然上官悠然长得漂亮 可毕竟范建明跟他领了证 如果说上官悠然之前就认识范建明 那就证明在范建明的心里 自己的分量还是比他重 如果说上官悠然 只是在今天的拍卖会上认识的范建明 那他更不用担心了 毕竟范建明现在有了钱 恐怕还会有很多小狐狸蜂拥而至 他必须要捍卫自己合法妻子的地位 不能让眼见的金山银山 与自己擦肩而过 失之交臂 周亚平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一个成功和幸福的女人 这一辈子只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好好经营自己的男人 不撒手 不放弃 李范范点了点头 对于他来说 范建明不仅仅只是男人 而且是一座金山 他绝对不会撒手 不会放弃 坐在床上的外婆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更不清楚周亚平的险恶用心 你妈这话说得在理 外婆说道 俗话说得好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千好万好 不如嫁得好 一旦嫁了个好男人 就应该珍惜 要像对待心爱的宝贝一样 去呵护 我知道了 外婆 李范范走到床边拿起包 外婆 妈 我先到外面去订餐 虽然已经做好了与任何女人战斗的准备 但因为对范建明缺乏足够的信心 她不想当面撕破脸 至少不想在现在这个时候 李范范已经暗自下定决心 就像当年与方亚单争张国栋那样 首先要想办法拢住范建明的心 然后才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有恃无恐地面对所有企图接近范建明的女人 所以 她选择暂时回避 周亚平一看就知道 李范范这事准备曲线救国 不想与范建明和上官悠然发生正面冲突 但周亚平却不会让李范范的企图得逞 她就是要让范建明身边的女人 针尖对卖忙的大干一场 然后自己才有施展浑身解数的空间和舞台 以她的人生经历和生活阅历 玩弄这帮小青年与鼓掌之间 那是相当有刃有余的 看到李范范准备离开 周亚平立即笑道 再等一会儿吧 建明不是来了吗 还不知道她吃没吃饭 李范范有些尴尬地看着周亚平 周亚平心领神会地笑了笑 扬装一副无条件支持她的样子 说道 没事的 我跟外婆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外婆的眼睛好了 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从周亚平的最后一句话里 她听出来范建明和李范范之间 好像有什么问题 因为还不确定具体的原因 所以她没有表态 坐在那里装聋作哑 等到范建明带着上官悠然 进来的那一刻 外婆心里立即跟明镜似的了 哟 建明来了 还没吃午饭吧 周亚平亲热地打着招呼 接着看着上官悠然 又问了一句 这位是 没等范建明开口介绍 上官悠然笑道 我叫上官悠然 是建明的红颜知己 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阿姨吧 建明在S国的时候 经常跟我提到你 她说你怎么怎么漂亮 怎么怎么有气质 打死我都不信 今天一见 希希 你比她描述得漂亮多了 周亚平一愣 上官悠然人 虽长得漂亮 但年龄也只有20岁出头 比李倩倩要小几岁 刚刚还看到她在路上 和范建明打打闹闹 感觉就是个疯丫头 没想到这一开口 说出来的话 听得就让人舒服 而且周亚平清楚 当初范建明恨不得吃了自己 不可能把自己描绘的那样 这完全就是上官悠然临场发挥的 以她这个年龄 能有这么事故 周亚平觉得 她绝对不是盖省油的灯 这样最好 否则以她这个年龄 就算有万贯家产 真要是争风吃醋起来 恐怕还不是李倩倩的对手 周亚平希望 他们其逢对手 降与良才 那样的话 她就有施展自己的舞台了 李倩倩开始也觉得 上官悠然就是个不安适适的小丫头 除了巨额家产 和漂亮的脸蛋之外 李倩倩还真没把她放在眼里 现在听她开口 说出这番话 简直就是 马屁拍成了太极拳 这种女孩子 最容易讨人喜欢 李倩倩的心里 有些没底了 她仔细端向着上官悠然 好像在哪里见过 但却始终想不起来 周亚平笑咪咪的赞了一句 哟 小姑娘 不仅长得漂亮 话也说得好听 外婆文言 虽然觉得 上官悠然既漂亮又可爱 而且范建明 又是她唯一的外孙 寄托着她全部的希望 本来应该爱屋及乌的 但她思想传统保守 而且之前对李倩倩的印象 也不错 这时才明白 刚刚周亚平和李倩倩说话的真正含义 她相信周亚平也是支持李倩倩的 只是当着范建明的面 上官悠然又这么会说话 除了嘉乙赞赏之外 周亚平这个后妈 当然不能多说什么 可她不一样 她是外婆 而且已经跟李倩倩的父亲见面 连婚期都定下来了 这个时候必须说话 否则 她觉得被别人会在背后说他们犯家 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建明呀 哎 外婆 我的老太婆 也不懂得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我就想问问 什么叫红颜之急呀 3 11 13 13 14 14